大家好,又是我Elly和大家玩黃金之戰,即是黃金魂的聖意 這次就是玩到多了對翼的山羊,修羅 他有把聖劍,這個最有名的 打哪一個呢?平起平坐 人馬座 有個淵源,看看有沒有說到 其實話說十三年前,這個山羊奉命要殺了人馬座 山羊做中心,收到什麼命令都照接 沒辦法,因為那時候教皇是邪惡 修羅到現在都僅僅於懷,就算在黃金魂的故事也一樣 這次終於可以操控多了對翼的山羊 喂喂喂,我在試招 彈跳巨石 一個頭技,很有名 哇,他無故向我爆大技,嚇死人嗎 哇,閃過了,幸好有些劍器 哎呀,打錯了 哇,避免了 希望拿到S 除了血量,時間都很重要,要打得快 拜拜 不好意思,又要再打一次 哇,幸好也有S 可能剛剛好 第一個就已經打了人馬座 第二個 是哪位人兄呢 看誰不幸運 接我把聖劍斬兩下 雙子座 在天啊 我 我 在天啊 我 在天啊 想要 是 在天啊 我 在天啊 我 我 我 是 其實我在想,雙子作的人格分裂沒有吃藥 會不會復發呢? 當然我是用正常人類的邏輯,即是醫學邏輯來考慮 大家不要怪我,太認真 好 哇,搞錯了,屁股不過呢? 打掉巨石 又能捉到 爆發技,其實很好用的,因為你打走人,大把時間存在第七感 空中 打不進去,很厲害 我希望這次用到大技,要不然大家一定很失望 接我的招BBA Yeah Yeah 嘩 馬聖劍,把東西砍進去 應該已經分開了 就算了 剩下最後一關,究竟打誰呢?很期待 我想應該是紫龍 我會不會呢? 喂,真是你嗎?這麼巧呢? Goshiro 你也在上天,你也在上天,你已經蘇了嗎? Siriou 你當時的戰場 你也在那邊的右手的Escalibur 你也在那邊的右手的Escalibur 你也在守著阿天na 你也在守著阿天na 你的Escalibur 你也在我經常帶來的 你也在在我右手的Escalibur 你也在復活掉 一的掉格式 我會比別的 你會想 съaman 紫龍這次不要升天 不要用廬山抗龍吧 retrouve12弓 修羅的右手是被紫龍砍斷了 所以他就沒有再招招 一招 子龍 好財,子龍穿了一套神聖衣就會多了一招,盧山百龍霸用 即是他師父和虎的絕招 哎呀,禁了L2,應該用法法技,那我去破 差不多了 輕輕鬆鬆,又過三關 其實我覺得這些對白很老套 很韓 如果被我作,一定會作一些搞笑的東西 2把聖劍 我差點認不到,他這樣跳一跳 繼續 繼續 開頭可以嗎? 哎呀,被他破了 哇,這傢伙做什麼 又是完全沒有先兆 他根本沒有爆第七感 就用大技 我被人打那個,不好意思 首先被人砍的是我 一半血 一半血 如果輸了是很慘的 如果輸了是要 重新玩過 以頭的三關要重新玩過 所有都要S 浪費一點時間 所以我會努力 哎呀,完成了 好 山陽之後,下集就 水瓶 水瓶 超級冷酷 水瓶座朋友留意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